Hello 大家好 今星期日置業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中山軟洋繁花里 Ruby 因為反映易烈 為甚麼呢? 75平方三房單位只需要80多萬 還要包括精裝修 每個月只需要供3,000多元 沒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助我們現場觀眾 大家可以來跟我們報名 今星期日下午2時會有講座 到時見你們 Bye Bye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看這個海景 美不美呢? 人間仙境 我就是要介紹一個樓盤給大家 在於這個沙頭角的上程 一手樓盤全新單位 低密度住宅 261房 有四座樓 入場費非常之便宜 324呎 一房單位只需要343樓 一萬多元一呎 非常之適合我們現在拿銀上車的 由我們市區駕駛過去這個上程 其實經過這個鄉原為隧道 只需要40分鐘設程左右 有興趣的朋友 我可以直接帶大家到這個上程 看她的示範單位 有興趣的朋友 WhatsAppRuby 謝謝 Bye Bye Hello 我是Yanny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今個星期日 星期日事業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中山遠洋繁花里 Wuby 之前我們也做了很多遠洋繁花里 很多客戶跟華記買了Yanny 為什麼呢 因為遠洋繁花里在中山的位置 非常之方便 我們去到這個廣州人工島 繁花里會有個專車 直接把我們的客戶 去這個遠洋繁花里 其實需要兩程車便已經到 還有2023年 我們會有深中通道落城 對嗎 譬如深圳 過去這個中山的話 大大縮短了車程 今天的中山就是明日的深圳 沒錯 而且屋苑周圍環境 亦都有商場 亦都有會所 亦都有很多的設施 給大家可以用來消限 而且這個神灣鎮 是將來鎮政府重點打造的 一個發展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之吸引的 是的 一年一來緊 我們會賣第十二棟的 你講一講 怎樣審法 是的 非常之準 首先我們推介一個 戶型一隻 75平方的 三房一個洗手間 包括精裝 86萬人民幣 非常之划算 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 可以找我們 是的 接下來星期二日 我們會有場講座 在下午三點半鐘 有興趣參加現場觀眾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們兩個 名額有限 到期時見 快點報名 拜拜 大家好 華記3月5號 我要跟大家報導一下 香港現在最新的情況 因為在近日 我見到很多的網站 不同的黑記黃媒的媒體 就報導 47個人渣 被人抓了之後 上法庭 就說怎樣慘 怎樣 就說到自己 就好像羅賓漢 那樣為民請命 他完全不記得 這群人渣 那些禽獸行為 是怎樣禽獸法 最慘的 普遍的香港市民 或者我們經歷過黑暴的市民 只記得 一一一一 轉頭扔死人 一一一三 火燒人 不是這麼簡單 我經歷過整個過程 由2019年的6月9日 每一日的黑暴 我都是親力其中 因為我很感受到這件事 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今天就回帶三 有三個月要拿出來 因為今天打小隱日 我由2019年的6月12日 去到10月 短短這三個幾月 香港發生過什麼 11月已經不說了 11月更糟糕 炸警署 不說 我們只說到10月 2019年的6月 首先說一說這幾件事 這些人不是被人揭露了 昨晚有一條戲子 衝出來 說香港法治無存 蕩然無存 沒有了司法制度 這條甲拐是誰呢 他自認是呂志恒的養母 呂志恒說他是老師 這些全部是戲子 究竟誰說謊 誰最好戲 全部都演戲 這幫人 接著這幫人頭惡惡 就瘡底劍 他說瘡底劍 瘡底劍 瘡底劍 這幫人渣 這幫人渣 你一個一個認住他 他們這幫人渣做過什麼 他們都忘記了 我告訴大家 他做過什麼 尤其是這條高佬 今天就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現在就在北京開兩會 首先我想說說 有很多黃媒 這個媒體 你看到 全國兩會結束 董建華撲一撲 這些全部都是少女藏刀 其實這個是幕後蘋果仔 我想告訴大家 不過我認識他 我不開他的名 因為他是小妹 幾年前 做記者訪問過我 我不開他的名 但是他的姿勢真的很毒 每一個姿勢 就是作為一個少女 應該心地善良 董建華撲親 他在Facebook那裡 全民小諷車出場 老人家撲親 是值得慶祝的 在他這幫黃絲 港獨的思維裡面 我們中國人先想 萬事下為先 他沒有的 這幫人完全是冷血的 他在說什麼 就說民意代表 被人拘捕 有多少個香港市民支持他 這幫人全部都是歪理 我告訴大家 在網站說什麼 不斷抹黑 我們祖國的疫苗 這些真是屠毒不知多少人 今天就是打小隱日 最好生意就是和頸橋 黃友打回黃友 因為他們現在流行刀灰 現在黃友有一個特性 他們自私自利 他就很喜歡刀灰 全部去803基金 梁振英那裡拿獎金 這幫人全部自己刀灰 我告訴你 黃絲哪有人性的 那些片我就不播了 因為太多時間 回一回帶 這幫人渣做過什麼 知不知道這個手指做什麼 被鑑山咬斷了 在沙田 記不記得你們做過什麼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說 因為我今天的Facebook 只是寫了幾張出來 又被封了 我在Facebook那裡 就不抵得那些黃媒港獨 就在這裡說 那47條人渣是英雄 不斷說到自己都騙了 哪有人說謊 楊岳橋啊 飛機豪啊 哭到湯豬那樣 說自己為民請命 嚇屎啦 喂 你教到那些年輕人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六月份的 咬斷手指 是警察來的 OK 記不記得 這輛貨車龍和道 你們啊 手毛串鐵那些 特別是黃綠醫生 郭家琪 郭家琪說什麼 他說沒有打爛過一個槍 幾好東西啊 那時候還說是11月 現在這件事 是6月來的 你知道哪個阿肥吧 那人我都認識他的 現在 片就不播了 有很多片 然後有一條鬼佬 去了上環 那裏點火 在那裏放火 記不記得 汽油彈啊 做什麼 當然是用來擲 汽油彈 忘記了嗎 這是什麼來的 加士 當然是用來炸 記不記得這一幕 江頭sir 江頭sir 在葵聰警局外面 被人打到這麼低 被人打起來 要不然他死了 忘記了嗎 記得這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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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索打 綁住人在馬路邊 無差別打人 這些人渣 這些黑暴 年輕人 記得這些人嗎 扔國旗落海 忘記了嗎 天星碼頭 記不記得你做什麼 放火 到處放火 老人院在樓上都照放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醫院來的 有個朋友告訴我 他在醫院那裏做 全部這一班 都是黃絲港獨 整間醫院的鎖架都是這樣的 忘記了嗎 六月來的 知不知道這個人有什麼事 他們那班人 下風波三霸堵路 堵路跟著說什麼 有一個人人要上班 這班人 這班人 忘記了嗎 記不記得嗎 幾百人圍著一個人來打 車都拆散了 喂 大家真的忘記了 是不是忘記了 喂 第三世界國家 美國黑奴嗎 是不是說黑奴 那些奴隸 這樣給你玩法 我們香港人 這些都是小女孩 你看看他們 這班人渣 這班禽獸 做什麼 忘記了嗎 記不記得 自由西 譴責警察 性暴力 強姦他們的天使 記不記得 何色營 這個人渣 我們這班人渣 被他們打到嘴都爆了 記得嗎 喂 香港教育 就教這些小女孩出來 天使 豉油雞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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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林強水 你看 被他們弄到 融掉了 你看 好事多為 忘記了嗎 這是什麼 你看 三霸倒露 一幕一幕 我溺溺在目 這裏還在六月 陰公 有時間搞 所以我要去快一點 因為 你看 你看 這個是中氣油彈的 7月1日 在西環 林士街市 你這班人掟氣油彈 燒到SIR 沒有人報 黃梅黑記 記不記得 這是什麼 這是香港警察 這是香港警察 你整個氣油彈 燒到 忘記了嗎 有一幕 在天橋 扔過三角架 扔到紅綠燈 不然就馬上扔死 那班SIR 整班SIR在下面 忘記了嗎 喂 你看 那些SIR 被你打到 好心 那些4由7條人渣 搞到我們那些SIR 多辛苦 還說不給 加薪 去到立法會 記不記得 每個公務員 是警察 不能加薪 那些泛民港督 知不知道這裏是哪裏 放火 警署 這裏 這裏是警署 十幾個警署被人燒 示威者焚燒雜物 推車衝向警察 喂 原來將人的警署分處 被警署抖走 用火車 又被追上去警署 你說這班人渣 這裏記得嗎 這裏看見嗎 臨時街 兜過了氣球彈 將射過去 整班SIR 用盾牌擋住也燒傷腳 7月1日,機場,和理非,阻止女客,你看那些女客多慘 那些人還說為你上去堵塞機場 喪屍遺城,這個穿紅色衣服的女人 Help! I just wanna go to home 記不記得? I just wanna go to home 忘記了嗎?你們這些年輕人 還當自己英雄嗎? 香港機場現場報道 有一名男子被質疑是公安 被人拿去打,其中一個是扶國豪 另一個是普通市民 被你們這些人打 你看這些 記不記得嗎?機場 這是李卓仁的老婆,這是李卓仁的女兒 不小心 對不起,有些三級事 這是李卓仁的女兒玩3P 你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不斷慫恿黃絲港獨的開放觀念 你不就教自己的女兒玩3P 李卓仁的女兒玩3P 這是630集會 陳欣健 我沒有上台的 我在後台,陳欣健走過 過來打招呼 那時候是630 為何要有這些畫面呢? 因為我要回憶一下去到多少月 因為我這裡沒有寫下 那時候我跟K姐 在6月30日 立法會櫃底下 站在那裏支持警察 然後很好笑 警察射射她的眼睛 這女兒挺好笑 全班醫管局那班人渣 所謂的白衣天使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這個 Facebook 喂 就是她 她就是做護士那個 白衣天使 這樣那些 大家明白吧 你看這些 全部是這些 單眼裡單東西 全部都獲益了 還死雞燦飯蓋的 有些人 喂 你看看這裏 什麼事 你看看 我們這裏是金鐘現場 記不記得 現在就是剛剛7月 這個岑子健 8月14日 有份機場參與機場禁錮 若打乘客的兇徒 曾經參加過多次不同的行動 請廣傳 這個人 這個女人去到哪裏都是搞事的 OK 接著就蘋果日報做我 蘋果日報做我 整個新聞版給我 蘋果日報 8月19日 接著呢 這裏就是馬安山 元朗 元朗 當時是8月19日 接著又不給列車 接著這個好笑 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鄭文傑 叫雞斷得正 有片有上 現在就 因為做了英國英雄 就移民了去英國 斷了 英駐港 領事 因為在深圳嫖妓 但是這個人拿到政治庇護 現在移民了去英國 反而是叫雞叫出的未來 就是這條叫鄭文傑 OK 他自己招認了 然後膽敢死出來 就死口說 大哥 你不是和你老婆說 不是和你女兒說 別人是刑裝並獲的 是吧 照片曾出入於台灣的一周刊 2018年7月9日 鄭文傑 是蘋果仔做你 然後就看看這群人渣 你看看 全部都是死雞撐飯蓋那些 這樣那些 然後這個人更離譜 以為自己很威風 去了爬山 然後這群兇者 這個要講 這個就是 在石結尾 有位網友 其實他不是網友 他是其中一個 撐警會的一個義工 他就在石結尾隧道 連龍場被人刺了兩刀 但是 沒有辦法 報警也抓不到人 他那件事就抓不到黑暴 就差點死 昏迷了38個小時 原來他和我有一幅合照 記不記得這個 喂 好似是誰 好似唱歌的那個 阿詩詩 是不是阿詩詩 這個女孩 真是好似阿詩詩 這個女孩 真是好似阿詩詩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阿詩詩 是不是 你看那些年輕人 喂 你47條人渣 你看他教導那些年輕人出來 做什麼 出來襯 那些童工 這個就是我認識他的 我和他拍過照 就是這個人被人刺了兩刀 所以我很深信 這件事 是黑暴 找一把刀插完 人兩刀是完全沒有事的 就是這樣 這些我自己親歷其境 吊完鹽水 差點刮刀 然後輪到警察 繞個背面 被人插一刀 記得嗎 不是黃陽大插的 不過黃陽大就扮記者 繞一刀插過去 這樣呢 就 阿盧偉聰那時候 不知為什麼 就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這裡更好笑 喂 有一個警察 你看 整百個記者 對著這部機 是不是奇景 這些就是黑記 記得嗎 這個警察 被人兜都插過去 整個格拉底流血 就是剛才的照片 這幅 記得嗎 這些在Facebook 死定了 這些一出不到Facebook 為什麼我要這樣 跟大家說 因為 出不到Facebook 找什麼來暴動 雷球棍 你沒看錯 雷球棍 這條又是氣紙 拿著兩把傘 又是裝作 這條說毒消防人 很毒的 這條消防人 機場示威抗議 毒到不得了 然後 單眼女 是全香港人的 無名英雄 單眼女 民間記者協會播放 哨了 不知去哪裡 單眼女 拍都沒有了 為什麼要這樣 和大家看看照片 香港警察強姦謀殺 這是誰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黃子穴 好像是黃子穴 好像是黃子穴 區議員 如果沒有記錯 泛民 記不記得 他有一個抗爭象 然後 我記得 那時候大概是九月 開學之前 開學之前八月底 我們就說 教育學院教壞人 我們就去教協 譴責他們煽動 罷課 那時候我第一次認識羅紹的 記得嗎 穿了這些 反江野 想殺警 一幕一幕 現在到了八月 八月 有牌 得庫道中 又在佔領中環 又在佔領中環 這個人是蕭國旗 幾個人 拘捕他 汽油彈 多少工具 有青 有青的 有青的 記不記得 有青的 有青的 這是震撼19 示威者 彎仔 銅鑼灣 縱火 警察速動 水炮車驅散 這是2019年8月31日 831事件 在太子 同一日 很多區都暴動 這裏是太子 一群黑衣人打的平民 平民 你看這位叔叔 這位叔叔真是慘 一群年輕人捉住這位大叔 我想這群年輕人都要七十歲 一群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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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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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人加油 這群年輕人 八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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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一群人渣 去打地鐵平民 鎚仔 有看到嗎 幾大個鎚仔 這群年輕人 一群人 一群人 看見嗎 手無寸鐵 多少工具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日本 在葵聰 有一個休班探員 剛剛窗房的警察 下班 他出門口 有三個黑衣人 砍他 九官 到這裏 被他斬到周圍 都是血 這是警察 被三個黑衣人 應該在附近 那些閉路電視 在巴士的閉路電視 拍光 那幾個人 不過他無面 就捉不到人 現在還是逍遙法外 不過好像逃了台灣 這裏是黑衣人 這裏是北大嶼山 這裏是人渣 許智峰 咦 又離開了 不好意思 為何我這麼沉氣 要這樣說 因為你沒有辦法 因為在目前的環境 我們Facebook 或者其他東西 你是不可以 投資出來 如果你在Youtube 將他夾著我們的照片 亦都不能出現 所以 我要透過這個形式 才可以跟大家 重溫 沒有辦法 我們要浪費一點時間 因為要重溫他們 所作所為 這些鬼佬 這些鬼佬 全部都是CIA 這些鬼佬 又在打人 無差別打平民 那些警察被他搞到散 你看 做香港警察 真是挺辛苦 真是 你可不記得 2019年 周間 18區 遍地開花 那些警察 奔波奴奴奴 根本被他搞到 飯都沒有吃 廁所都沒有去 三十多磅 一人去廁所 不讓你打 你看 你看 阿sir 是面對這麼厲害的 他們 你看看 黃隱書院 你看看 黃隱書院 教了什麼人 現在 帶豬嘴 地盤打炮 整班黃隱書院 這些學生 你看看 他們像什麼 你看看 我們香港教育 黃隱書院 都是垃圾 你看看 出什麼人 真是 真是 慘不忍道 831 暴徒包圍市民 記住 831 是暴徒包圍市民 即是 有片有真相 這些 什麼 不愧為名校 黃隱 超過100位學生 在門校 高呼 他們的港獨口號 你看看 這些學生 黃絲港獨 就是這麼奇怪 整個學校都不知什麼 你看 整天在說什麼 陳同佳反送中 陳同佳的殺人犯 你看看 多少人當他偶像 這些人 全部當陳同佳是偶像 真是好 誰教的 那47條人渣 還有一群人還沒抓到 這群小女 最多是十三四歲 五大訴求 什麼前線 願意為你擋子彈 這些就是天使 前線為你擋子彈 好笑嗎 這些擋完子彈又去打人 這群人很好笑 你看看 打到人 黑暴 最好笑 這個黃之魚 做什麼 香港為安婦 免費酬勞 蟑螂 任你砌 喂 香港為安婦 真是好笑 不過這些應該有人二次創作 看見這一個 四眼九 這一個四眼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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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真的要找人抓 才行 這一個人真是人渣 對著一個七十歲的長者 對著一個七十歲的長者 這一個四眼九 就起控來搶他 然後他當然不用說 又被人家起底 又被人搞 又被人打 然後這個人更好笑 這個男扮女裝 就說警察想強姦他 笑到你爆肚 對了 這張蕭若元 這張照片是幾年前 一個飯局 我跟蕭若元拍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就是蕭若元在他的台上 他就暗示 我的店鋪在哪裡 因為當時我只響了我六間華記茶餐廳的地址 但是我沒有響我在香港那些地產公司 但是這個人 他就在他的台上 想煽動一些人過來 搞我的店鋪 我當時拍了一條片《自保》 但是因為這裏太長了 就不要出了 接著 你看看他帶一些小孩子出來 遊行示威教導 你看看 你看看這些大豬嘴的小孩子 好笑嗎 在香港什麼教育制度 他在做什麼 撿了警察 把警察扔出來的煙霧彈 扔回警察 戴手套 多帥氣 這個人更厲害 說登上富士餐 避寒 有些人可以讓我大力一點 什麼 富士餐 我都上了六或七 黑癡 扮厲害 那枝奇 這些是什麼家長 教什麼小孩子 記得嗎 真厲害 還有一個戲子 剛剛在太子地鐵站 這位婆城在哭喪 罵地鐵職員 這個人是誰 馮經文 是民主黨的黨員 這個馮經文是戲子 經常在哭哭哭忽 記得嗎 本來他是區議員 後來在廉政公署 坐了十八個月牢 然後出來玩溝烏團 他們民主黨就是這些人 這些也是長者 又是這個區議員 然後這裏是太子地鐵站 變了花虛 應該是九月的 這張照片 原諒我用時間用多了 這張照片是我拍攝的 當時我走過 有一條紋身旅 有說有笑 然後這條紋身掛著我 我當時在現場做直播 我做直播 這條紋身很不友善 紋身 紋身 這條紋身 這條紋身 這條紋身是CIA 我告訴你 這條紋身 跪了在這裏 然後到處都是連儂牆 這條紋身 還升職 18區連儂牆 沒有清過 然後這條紋身 何色營 認住他 這個粗口教授 中大很厲害 我忘記是否中大 這條紋身 在後樓梯 和街上 被人拍到他 穿黑色衣服 然後換衣服 他去了遊行示威抗議 然後被人捉到他在後樓梯 搞事 原來被人騎底 原來被人騎底 是這個 這是記者 AV蟑螂為安符 這個 真是不幸運 這樣被人找到 我不知道他家人是甚麼 這張照片在當時有風傳 這張照片是中環站 這張照片是9月8日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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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 然後香港電台 這個 廣台的新聞總監 黃金鳳 是最黃的 包庇下屬 黃金鳳應該沒有了 留意一下他 這個香港電台黃金鳳 然後這個就是 跳閘 中文大學 他弄了一部閘機 是讓學生練習 跳閘 不給錢跳閘 即是大家記憶由身 被人抓到 還要問候人的好兇 這班年輕人 這班年輕人好兇 還有一條導友 帶兒子出來 不分你我共守香港 你這條導友 都衰的 你還教兒子去港獨 十歲的他經歷同年 就是這樣 蘋果日報通常會用這些 什麼叫真相 什麼叫蘋果仔 就是這樣 然後很快 我們還有一個月 現在說到九月 我們的照片看到十月 回憶一下 吳文怨 又被人抓 然後在2019年的九月 已經說 政府應該要解僱留離群 組織遊行 逼政府解僱 一人一信 去申訴村 即是2019年的九月 劉利群已經被人抓得很厲害 接著這個社聯的CEO 即是她老公 黃絲 喂 劉利群那時候被人抓了兩年 接著這個 就是教跳閘的 黃藍士政見 跳閘士良知 全部教那些年輕人 接著這個 就要說 這個 就是我大阪 心齋橋的華記茶餐廳 那天我記得在2021年的中秋節 那天中秋節 那天 一早有一個人來填磷籠牆 我就去拿月餅給師傅和同事吃 一早回到九點多 十點都未開門 他填光復香港 填光去大阪那間茶餐廳 這一天就是中秋節 我很記得 然後中秋節又出來暴動 又傷害到阿sir 接著就是阿尹先生 在淘大那裏 剝人家的面罩 接著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阿尹先生 記得嗎 接著很經典 牛頭角 這對母女被人打 恐嚇 你看 多慘 被人用電筒照著 那些是黑記 你看 打到我們香港市民 這些就是無差別打人 這些全部是許智峯被捕 這是CIA 經常在太子看到他 我們是中國人 唱國歌都被人打 這些就是無差別打人 看到嗎 那些黑暴 你看 這些全部就是牛頭角 九龍灣 那些黑衣人渣 抓住人家來打 這些一定要回憶 不是說這些黑暴 四人七人 每天都說到自己 好像羅賓漢 劫富濟鵬 那樣 發出他的春秋大夢 這些全部是新聞可以看到的 這些全部是新聞可以看到的 這些是全部 你看 做些什麼二次創作 這些全部是港獨友 即是 楊愛詩 林鄭 葉劉 梁美芬 哇 郭佩帆 律政司司長 哇 袁秋 哇 全部都 被他這樣搞法的 這些港獨友 即是你看一下他們 恐怖分子 無差別攻擊 謀殺平民 就是你這幫港獨友做的事情 即是 為什麼我們都要回憶 因為 人太善亡了 忘記了他們 現在是說 2019年的9月15日 即是這幫人 恐怖分子 殘忍暴淚 想要市民命 告訴你 你看 被他們打到 周邊的人都被他們打 還有一個東北兩兄弟 即是黑衣暴徒 無差別攻擊 無辜市民 簡直是令人憤怒 看到嗎 放火 周圍放火 看看 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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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磡火車站 他們那些人 就用一些 方法來控制 這個point 之後 就令到 路軌移了 那個閘 然後就出軌 這些一定是一些 港鐵的前員工 是港獨友來的 但是他在港鐵裏面做 就知道他的運作 人為做了一次出軌的意外 但是當然 查不到 這個 肯定是黑暴做的 即是很坦白 因為我那時候有個工程師 告訴我 就是 可以做到這些人 你不會說放一塊磚頭 在路軌會出軌 不會的 他那裡是有一個 被人的火車入軌的point 是撥一格 撥一格 你就去了哪條路軌 他是受到人為影響 然後才會出軌 接著就是港鐵 譴責 放棄執行職務自保 實名聯署700個職員 出公司 阻警方攻入車站範圍 這些就是港獨的職員 不讓警察進入車站執法 就是你們這些人 令到路軌出的 很簡單 接著 可以扔單車下來 扔單車 扔單車 高價的電量 扔車仔 全部阻擋路軌 因為想三把 想三把 接著我們西貢的烈士紀念碑 被他們塗鴉 後來Mang哥他們 就去了 整理乾淨 這是我們西貢的烈士紀念碑 他們到處都是屠鴉 這是黃之鋒 不用說 黃之鋒 黃之鋒旁邊的女兒 就是那個盲眼女 就是這個盲眼女 不知道真還是假 要找她出來 大家看看 這就是那個 單眼女 消息有待引證 有人說她去了太子白陽街 那間寵物店 做 一個寵物園 我不知道 這個單眼女 單眼女 現在沒有影 收了安家費 然後 更好笑 她說 警察輪奸 新屋嶺 被港大學生 誣衊 連龍牆 到處都是 然後 阿sir 被她弄到成身血 然後 警車 在馬路上 在南邊 有示威 衝鋒車 被人扔汽油彈 然後 你見到 一群暴徒 捉住警察 你看 一群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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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市民 又無辜被你打 黑衣暴徒 大肆破壞 屯門 幸福商場 之後 換衣服 黑色衣服 換白色衣服 然後 又扮街坊 經常扮街坊 沒有冷氣 阿知阿祖 袋子拿幾件衣服 這些是全部換衣服 那些人 打完人 就是換衣服 這些人 這個慘 這個 好像是元朗 那群人 真是 人渣到不得了 假借光復 實為破壞 你看看 他十八區片地開花 毀亂香港 法理何在 恐怖分子放火 誰不知 就辣倒自己 好笑 這個 然後 破壞老鬼 然後 有兩個人渣 一個就是 賴德忠 當時 他在網上 作為一個老師 他在那裏叫囂 說黑幾省全家 然後 有一個叫做 戴健輝 詛咒警員子女 活不過七歲 這兩個都是教育界的人渣 大家也要 提醒一下 然後 我們的習大大 被那些港獨 周圍 在路上 天橋 那裏 被人踩 就是你們那群 人渣 港獨 然後 這一個就是 律師 王國彤 說 開槍太籠統 在西灣河 那件事 應該是 你搶了你那把槍 你才開的 在未搶的時候 就不可以開的 當然是歪你 當然是拉埋 然後 這就是 這班人渣 看到 副總裁 何韻詩 黃之鋒 羅冠聰 梁繼平 這班人全部勾結外國勢力 有證有據 接著 這裏 智焚 假裝 想罵人家 搞到他 這些是外籍指揮官 有個加拿大籍的德格拉斯 組織衝擊中聯辦 鄺俊宇 鄺俊宇自編自導自演 做幾個鏡頭 被人打 然後 又是名校學生 又出這些 父母應該被子女教好 被那些黑暴人渣 反對派教到 亭亭欲立 讀名校 陰功 專門做三批 專門做三批 然後 這個 很出名 這幾個人 專門網上起底 鼓吹殺警 奸殺警 警員家屬 殺死子女 這個 成家人 成家人 都是極品 OK 這個 岑子健 不用說他 這條人渣 接著 記不記得 特首有個答問大會 在醫館 這個應該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梁小姐 我都認識了他 我好像有他 我有他的電話 後來我也認識了他 他當時問得很好 因為 沒有人這麼納問的問題 他都有問的 當然 一問完馬上被人起底 然後 這個叫做 銅大恐襲 9月14日 一群市民被一群人 無差別打 這些 這群人 其實是自欺欺人的暴徒 然後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應該是9月尾 9月尾 是德德政研會 不知道兩週年紀念 還是三週年紀念 請了我 當時我找了幾位 藍營KOL 小馬 黑超 組織藍營邦 那天 你知什麼事 藍雪寶開片 然後 又是這一天 9月尾 無差別打人 你看 遮打花園 又一個中招 一個好人好者 他們用噴漆 打打 去傷害市民 然後 男人打完 男人打女人 又是用噴漆 又是無差別狂打 然後 倒露 然後 這是唐哥 在2018年 羅貫聰 在台灣宣揚港獨 然後回到機場 棠哥70多歲 他忍不住氣 自發性就在機場罵羅冠聰 拔他背囊 但事後他被人控告 坐了三個月牢 羅冠聰在機場下來的時候 他踏山魚 地下線在樓梯上 不停踏下去 他踏的時候也會弄傷自己 但他的傷勢入了棠哥 棠哥70多歲 還有一個賤者 賤者沒有碰過羅冠聰 被法庭判了三個月牢 這個我們叫機場四壯士 他們每個人都有認識 棠哥 今早有暴動 你有沒有看到 好像很帥氣 找一個人趴下 然後把倉上去 好像很有帥氣 然後 何詩詩在台灣 被人林紅漆 記得嗎 好像很委屈 被人林紅漆 然後機場 又被人封 這些在大學草叢裡 找到一些斧頭 劍 武器 不知道是否中文大學 然後 傅國豪 19歲青年 被捕 傅國豪的事件 然後 記得到記者會 有一群黑記者 欺負一個廣東來的記者 令這個記者 立即離場 記得嗎 記得嗎 很記得 這天 十月一日之前 不是答正十月一日 是否答正十月一日 不知道九月三十日 還是十月一日 答正那天 我們坐天星小輪 拉國旗 在天星小輪唱國歌 2019年的十月一日 當時有阿德德 阿德德叫我去的 這個活動是阿德德做的 然後 小虎sir被人 臨到成身 強水 然後警察被人 打到爆光 然後 這個就傷了 衣服被腐蝕性形體 打到爆光 然後他們 扔汽油膽 去警署 尖沙咀 扔汽油膽 尖沙咀 然後我們 sir很傷 被他提醒 然後他們 打爛 那些櫃圓機 中國銀行 優品 三六零 放火 不斷地去大肆破壞 拿著弓箭 這些弓箭 還會點著火 這些黑技 然後去大肆破壞 三六零 東海棠 這裏也是旺角的店 這個就是三六零 優品 然後是吉野家 吉野家被他打爛了 尖茅插警 然後有一幕在上水火車站 一條大水猴通 就插進警員胸口 那裏 這些一看一看 我很好記得的 然後這個是小虎sir 被他淋了腐蝕性液體 小虎sir 你看他被打爛了 然後那些小巴被人放火 如果沒有記錯 都是旺角 然後他們很好笑 那些黑暴 唯一香港最好的警察 就是香港之子 這個叫徐步高 這個是警魔 一班泛民 這班人渣 港獨年青人 他居然當了 徐步高是英雄 徐步高是誰 徐步高是警魔 他在荃灣 打劫恆生銀行 他是警察的敗類 但這班人當了他是英雄 等於林過雲 他都可以當是英雄 因為這班是賊人 你明白嗎 這班是恐怖分子 ISIS 他居然是 奉承這些 魔鬼是英雄 等於跟陳同佳一樣 他們當了陳同佳是偶長 小虎sir 很傷 你看 醫治現在的小虎sir 真的很慘 然後是羅兆 羅兆是九月尾認識他的 教協當時認識他 但我那次在K姐直播 他知道我直播 他就立刻衝過來找我 拍了一條片 因為他是兩岸四地的保吊委員會主席 他是澳門區 他是兩岸四地保吊委員會主席 當時是何俊仁和他是拍檔 他很熟悉泛民的東西 因為他是代表澳門的 他那天就忍不住過來 爆發何俊仁的大件事 大家記得我這條片 這條片是七十多萬人看的 我最多人看的那條片 就是羅兆這條 七十多萬人看的 羅兆爆發何俊仁的大件事 然後記不記得 有個sir在元朗 在車子裡被迫下來 看到車頭擋風波 有一個宿舍證 然後就拿汽油彈不斷炸 這個sir很敏捷 跌了一把槍 撿回一把槍 記得嗎 槍夾掉了 然後拿著一把槍 就整班黑記 就不斷扔汽油彈過去 看到嗎 這一幕真的很精彩 這個sir我真的很想認識你 你很英勇 這個sir真的很英勇 你真是以一滴白 然後中學銀行又不斷炸 然後你看到有黃之鋒 又在現場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都講了大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都來了 我今天要講這些話 就是因為 香港人太善亡了 他們這47個人渣 哭哭哭 然後人們衝出來說 香港沒有法理 沒有法律 其實他們做過這些事情 他們都忘記了 所以我們這條片要這樣錄 我就不可以在Facebook播 我Youtube這樣播 他就可以 我可能博猛出到 因為我現在直播 即是我直播 直播完之後 可能這條片會讓他下架 但沒有辦法 即是我覺得 我也要沒有這個風險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有機會 被Youtube白了台 如果我播這些事情 他覺得不順眼 或者多人投訴 他就要求我的台 白了我的台 或者要我這條片下架 所以我在Facebook說不到這條片 因為Facebook 我放了兩張相片 已經今早被他封賣了 即是Facebook 還有什麼媒體可以看到 以前那些事情呢? 所以我今天拿了 只是由6月12號 9號那些我都沒有投訴 6月12號打後那些 七一立法會破壞 我都沒有投訴 即是整個七一立法會被人很強烈破壞 我都 skip了 只不過我是想拿一些 這些全部在公共的媒體 都看到的相片 現在拿回來 全部在新聞報道那裏 拿到出來的 其實我還有一隻手指 是有一個有心人 他給了一隻手指 我記錄了 由2019年6月9號 去到2020年頭的 所有黑暴的記錄 但是對我來說 基本上 本來想出書 但是坊間有很多書 所以 其實他們每一天 在過去的黑暴 我是溺溺在目 是很深刻的 我不會放你走的 我不會不記得的 大哥 這班人都未入序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敵人 仁慈 如果不是你只是對自己殘忍 他們這班人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喂 現在是找數的時候了 現在假裝死狗 說自己是羅賓罕 說自己是傑富製貧 嚇刺啦 這班這樣的漢奸 走狗賣國賊人渣 通販賣國 欺師滅祖 刑賊作父 就是你這班人渣搞亂香港 今天這條片 就要把你們的意外 全部出來了 現在反對派的黃絲港獨 每天在Facebook上 推出的東西 狗不搭八 還覺得自己很委屈 我這條片 我就打炒你 今天 搞了整個小時 也是 鵝頸橋最好生意的時候 我想 和大家最後工作的一件事 特別是和黃絲港獨說 你們為什麼會被拘捕呢 就是因為你們身邊的黃絲港獨 你們的brother 全部獨灰 做了控方證人 才夠了料做你的 你這班黃絲港獨 就是貪生怕死 根本你們就是在騙政治紅利 這班反對派人渣 這班垃圾局議員 特別是那班區議會 都是 所以我們今天這條片 直播 先玩這麼多 因為已經到夜深了 好嗎 好了 今天華記 旁邊都忍不住火 都要出來爆一爆這班人 好嗎 今天先說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今晚記得看他來自江湖 好嗎 Hello 我是Yanny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今星期日子業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中山遠洋繁花里 Ruby 因為之前我們也做了很多遠洋繁花里 很多客戶跟華記買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遠洋繁花里 中山的位置是非常方便的 我們去到港珠澳人工島 繁花里會有個專車 直接把我們的客戶 去遠洋繁花里 其實需要兩輛車就已經到 還有2023年 我們會有深中通道落城 對嗎 譬如深圳 過去這個中山的話 大體縮短了車程 今天的中山就是明日的深圳 沒錯 而且屋苑周圍環境 也有商場 也有會所 有很多的設施 讓大家可以用來消限 而且這個神灣鎮 是將來鎮政府 重點打造的一個發展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吸引的 是的 一年一來緊 我們會賣第十二棟的 你說一說 怎樣審法 是的 非常之準 首先我們推介一個 戶型一隻75平方的 三房一個洗手間 包括精裝 86萬人民幣 非常之划 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更多 可以找我們 是的 接下來星期二日 我們會有一場講座 在下午三點半鐘 有興趣參加現場觀眾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們兩個 名額有限 到期時見 快點報名 拜拜